大家好 歡迎收看《良準有計》這個環節 今天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收樓驗樓時怎樣可以驗到房子有沒有漏水 要檢查有沒有漏水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眼看 留意一下牆身有沒有起泡 批檔有沒有隆起 第二個方法就可以專業一點 在一些買專業儀器的店舖買一些儀器去量度 最主要是針對一些牆內的滲水 因為滲水的位置濕度比較高 所以如果我們用一個儀器量度一量 看到某個位置濕度是特別高的時候 那就是說那裡就會有漏水 有一個最省錢的方法都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選擇一些大風大雨之後的日子去看樓 打風的時候那些雨水都會帶風壓進去 那就有機會吹進窗裡面 或者窗台那些隙隙那裡 結果就是平時都不會漏水的地方 就會出現漏水的情況 今天講到這裡這麼多 大家如果對樓市有什麼疑問 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梁掌就會逐一為各位解答 OK啦